两个禽兽相视一笑 然后推开了酒窖的门 这酒窖呢 也是一间空屋 可是却有一半埋在了土里 估计是人为造成的吧 两人打开了门 一股浓烈的酒气便迎面而来 熏得两人一激烈 一点不夸张的说 这气味吸到鼻子里啊 整个呼吸道都感觉到热流啊 就跟被灌了酒似的 张志飞和李莱英从打机事起呢 就被喝酒 那时候大人们一起吃饭 老喜欢逗他俩 拿筷子蘸白酒啊 让他俩喝 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可以帮父母挡酒了 李莱英咽了头唾沫 然后对着张志飞说道 哎呀 这老家伙私货挺多呀 够劲 咱要不给羊来个卷包会啊 都扛走得了 反正他估计摔得不轻 一定免不上咱俩 张志飞对李胖子说道 你说你东北人哪学的惊天啊 还鸦鸦呢 赶紧拍拍你那重黑的鸦鸦羽绒服 跟我下去啊 捧一坛子就够 这个细水要长流 懂不 李胖子点了点头 想想也是 于是便和张志飞跳到了这酒窍之中 真是开眼了 进了这间房子后 两人发现根本就看不见墙 三面全是酒坛子 落的是高高的 还有一面像是书架似的 只不过按格分层摆放的全是一瓶瓶的酒啊 浓烈的酒香将他们刺激的是食指大洞 尿知道营州里的乐趣也就是这点麻烦 这回可逃上了 于是两人相识一眼 多年的默契派上了用场 明显那瓶装的就要比罐装的要高级很多嘛 这常识啊 于是两人便来到了那酒架子前 捡了一个一个百列整齐的瓷瓶子都贴有纸条 上面应该就是这些酒的名字吧 张志飞跳到了李大雄的后背上 仔细的挨个的看那些酒的名字 边看还边念了出来 最难想 最三年 最神仙 最生梦死 李莱英抱怨道 听名字就像酒精啊 哎呀 再找找别的 张志飞又看了看别的 别说 这个酒的名字还真是五花八门 有哑的 像是这个酒哥呀 霓裳啊 墓云之类的 也有俗的 像什么破戒僧啊 烧斧头啊 猴屁红啊之类的啊 看得人是眼花缭乱 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好 李胖子扒得下了嘴 然后说道 哎呀 和哪个好啊 真是让人难选啊 你说这里面能不能有五粮叶啥的 我比较馋那个 张志飞不知道 忽然呢 他发现了酒架子上最上边的那一排酒 于是他便自己看去 那一排酒的瓶子似乎都是预制的 明显比下边的酒呢 又高出一个档次 名字也不一样 里面全带天字 什么酒天啊 谭天啊 木天啊 忽然他眼睛一亮 然后大叫道 哎 哎呦 哎 这 这酒名好哎 胖子问他 就 就啥呀 张志飞跳下了胖子的后背 然后说道 上边 最中间那个 叫 天上人间 胖子抬头望了望 然后特深沉的说 嗯 有内涵 就他了 这酒名确实是80后所有少男曾经美好而内涵的向往所在啊 李胖子站起了身 然后伸出熊掌 把那瓶天上人间捧了下来 双手捧着酒的他 心里这个高兴啊 忽然他又注意到了那天上人间旁边的酒瓶了 那个酒瓶呢 没什么特别 特别的地方是酒瓶上没有标记名字 哎 这让胖子挺奇怪呀 于是他便把手里的酒瓶先放在了地上 然后伸手去向那瓶没有名字的酒抓去 可是奇怪的是 那瓶子竟然纹丝不动 胖子嘴里捣鼓啊 哎 这 这 咋回事啊 这些张志飞都看在眼里啊 他知道胖子的怪力啊 不可能连个瓶子都搞不动 这里面一定有门头 想了一会儿后他马上大叫道 老李 这估计是那罪鬼搞的机关吧 机关 啥机关 张志飞说道 你笨哪 你没看过射雕吗 一般拿不起来的盆啊碗啊啥的 就差不多一定是机关 一定是暗格啥的 这胖子一听啊 心中也跟着兴奋呢 要知道机关暗格就是古代的保险箱啊 这下可真逃上了 于是他便慌忙的问张志飞 这这这玩意要咋打开呀 张志飞想了想 你左右转转一般都这样 李兰英听张志飞说完后啊 使用双手捧着瓶子 然后呢 事态性的向左转了转 发现没转动 于是又向右拧了拧 咖啥 就听一声脆响 这个酒架子顿时抖动了一下 落下了不少的灰 两人心中大喜 果然猜对了 于是胖子便使出那吃奶的劲来拧的瓶子 酒架子慢慢的转动 不多时便真的露出了这么一个暗格 第二十二章 酒到 说是暗格 但是呢 也就是把墙掏了个窟窿 四字方方的 挺小 两人上眼望去 纸巾里面摆着两个瓶子 这两个瓶子呢 通体红润 似乎也是预制的 瓶口呢 用木头筛子紧紧的塞着 瓶身上没有贴纸条 但是每个瓶子上都刻有两个大字 只不过那似乎是钻体的 两人都不认识什么 张世飞和李莱英这两个畜生对视了一眼 表情出奇的猥琐呀 哼哼 想不到这老孙子还真藏了一手啊 这两瓶酒明显跟酒架子上的 又拉开一个档子 就塌了 于是李莱英表情猥琐的捧起了两瓶酒 拿了酒以后便和张世飞向门口走去 走了两步 李莱英想了想 然后又回头顺起了那瓶天上人间 上去就开溜啊 两人心中同时想到 偷了那老酒鬼的压箱底 毕竟这不是啥光彩的事啊 可是呢 当两人笑嘻嘻的走出酒窍的时候 一抬头 却又再一次见到了刘玲 那没有打马赛克的屁股 只见刘玲是满脸怒容啊 边揉着屁股边瞪着他俩 见两人愣住了边大嚎道 你俩畜上 拽死我了 还想偷我的酒 两人见得刘玲 有些作贼心虚啊 但是马上又恢复了嘻嘻哈哈的状态 因为他俩知道 刘玲这老酒鬼啊 虽然啥事都嫌麻烦 但是却不抠门 曾经他对两人说过 酒这东西要和别人一起喝才有韵味 于是张氏飞便说了 哎呀 抱歉抱歉啊 没想到你伤得这么严重 说完后他望了望刘玲的屁股 果然破皮了 于是他又对胖子说 你看你 多不小心呢 快跟人家道歉 这胖子望着刘玲是强忍笑意啊 抱歉抱歉啊 老天证明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内然 你看我俩还挺忙的啊 就就就先走了啊 说怕两人转身就想溜啊 没想到那刘玲在后面喊 别走 把那两瓶酒放下 张氏飞一听觉得有些奇怪啊 相处了半年 这不像是刘玲以前的作风啊 于是他转头问道 哎 那啥老刘 这不像你啊 你不是一直说酒大家喝才开心吗 刘玲一听张氏飞这么一说 便有些无语了 他想了想后说道 不是不给你喝 那两瓶酒是不能喝的 张氏飞纳闷啊 为啥 胖子接口道 老张 别信他 一定是他舍不得这酒不让咱俩喝 哎 刘玲一听这话 便有些生气了 只听他说道 不管你俩了 愿意喝就喝 别怪我没提醒你俩 要喝 就在这喝吧 张氏飞见刘玲这样 有些犹豫了 但是李兰英却不管这些啊 只见他拿起一个红瓶子 然后对着刘玲说道 那我喝了啊 刘玲点了点头 其实两人拿这酒 纯属是小孩子心里啊 觉得偷偷一顶刺激 两人对着酒呢 本身并没有太大兴趣 所以当刘玲向他俩讨要的时候 勾起了胖子爱玩的心性 本来他想还的 但是被刘玲这么一说呢 就想逗逗这老家伙 他装模作样的拔掉了瓶三 然后把那瓶子凑到了嘴边 又问他 那我可真喝了 我告诉你 刘玲不耐烦的指挥手 喝吧喝吧 胖子也没多想 便把瓶子凑到嘴边 咕咚就是一口 这一口下去 胖子哇的就吐出来了 李来阳见胖子吐了 那妈问道 怎么了 胖子抬头狐疑的望着刘玲说道 这分明就是谁啊 刘玲幸灾乐祸的说道 我该不让你拿你偏拿 能冤着谁啊 这李胖子把剩下的那瓶也打开了 闻了闻 也是水 哎 这个真奇怪了 为啥这老酒鬼要在暗阁中放两瓶水呢 两人有些纳闷的望着刘玲 这个暴露狂打了个酒格以后 便接过了那三个瓶子 且对两人说道 看我干啥呀 去 去酒窖里拿一坛子白药 我得喝点 治着我可怜的屁股 有啥话进屋再说 说完以后 他便大摇大摆的进屋了 很显然 他并没有因为两人偷酒而生气 两人觉得这事挺奇怪呀 看了看天色还早 于是便依照刘玲所言 又进了酒窖 捧出了一大坛子白药酒 然后走进了屋子里 暴露狂刘玲呢 此时穿上了他的衣服 然后呢 左屁股着地坐下来 地上早已摆好了三个大碗 说是大碗 却和盆那么大 其实呢 他和两个畜生之所以能混得这么好 多半是因为酒量 本来嘛 这个男人最容易产生无产阶级友谊的地方 就是在酒桌之上 这点是真理中的真理 身为北方人吧 两人的脾气自然跟这老家伙对路子 这里胖子把那坛子酒打开 挨个碗倒满了 然后和张士飞一起坐在地上 三人啥话没有 刘玲和李兰莹端起了碗 张士飞则把鸟头插进了碗里 先走一个再说 一碗酒下肚 三人便拉开了话匣子了 张士飞对那两瓶水挺感兴趣的 于是就问刘玲 我说老刘 那两瓶到底啥玩意儿啊 你不会闲得没事 把两瓶水藏起来吧 刘玲听张士飞这么说 竟然叹了口气 然后拿起了那两个红酒瓶 细细的抚摸瓶身 看他那神情小心而谨慎 似乎是在抚摸裸女的后背一般 这和他平时拉里拉他的暴露狂形象 完全不符啊 只听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两人的问题 反而说道 你俩进酒窖后 仔细看了那酒架子了吧 两人点了点头 你俩其实真挺不要命的 这瓶天上人间 我都不敢随便逗 你俩不怕作死吗 这孙子竟然插开话题 我呸 于是张士飞便说道 为啥呀 这酒有毒啊 刘灵笑了笑 当然没有毒 不过 这酒之所以被称为天上人间 那是因为只要喝上一口 就会产生错觉 会让人不停的摇头 感觉自己好像上了天一般 张士飞和李莱英这个尴尬呀 妈的 这老孙子 这不就是大烟泡酒吗 什么天上人间呢 郁闷 两人顿时对那瓶白的失去了兴趣 溜冰吃肉这种东西 两人向来是不碰的 于是李莱英说呢 老刘 你这爱好也太诡异了吧 整着老些危险品有意思吗 刘灵哈哈大笑 然后又喝了口酒 天生流灵以酒为名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 自然是有意思啊 哎 对了 今天我也不嫌麻烦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酒的门道啊 张士飞听这老醉鬼问他 心想这老东西 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 难道是摔傻了 于是便随口说道 不想 太麻烦了 这句话明显是学流灵啊 两人此时想喝点酒 然后就闪人 跟个老头子这么多废话 也没啥意思 哪成想那刘灵听张士飞这么一说后 竟然哈哈大笑 笑得两人心里这个纳闷啊 哎 心想这酒鬼不是抽了吧 刘灵呢 并没有抽 只见他笑完后连声说道 好好 不想知道就好 这酒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 什么事都不去想 来 喝 庄日飞有些无语啊 没想到无心栽花还能结出个葫芦 于是他也没解释 便又喝了一口 李兰英把三人的酒又买上了 便问他刘灵 哎 老刘 刚才问你的事 你还没回答我俩呢 那俩红色的到底咋回事啊 刘灵忘了忘了两人 然后边揉着屁股 边说道 嗯 这事挺麻烦的 我就长话短说吧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 然后又拿起一个红瓶子 然后淡淡的说道 我这个人呢 从出生开始就没什么爱好 啊 只爱喝酒 于是我便尝尽天下美酒 可是不成想 我一些喝醉时的想法呢 竟然无意间窥视了天道 于是上天派来个神仙度我 没多久我就来到了营州了 张世飞望着刘灵这副造型 啊 想不到这老孙子运气这么好啊 喝酒不光能喝出优越感 哎 竟还喝出了神仙了 让人上哪说理去 刘灵继续说道 就是那个神仙 让我留在了这营州 因为从打我沾酒起啊 我就立誓要当天下最懂酒 也最会品酒的人 只不过在遇到那个神仙时 我才发现 我其实并没有完全懂酒 李莱英放下了手中的酒啊 啊 怎么说呀 刘灵表情有些痛苦的说道 这天下间人分类 分三六九等 酒如人 酒也分类 分四品五流 我虽然变数尝过 知其本性 但是那神仙见我狂妄 竟然丢给了我一本书 我看后大吃一惊 原来竟然还有我没喝过的酒 张世飞见刘灵表情凝重 知他嗜酒如命 于是被问他 啥书啊 刘灵想了一会儿 然后从嘴中蹦出了俩字 酒精 酒精 张世飞和李莱英愣住了 这玩意儿还是书吗 刘灵说道 酒精之中 记载了天下所有名酒 以及酿酒方式 有许多都是我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于是当时我心血若狂 发誓要把这些酒都酿造出来 我现已是半仙之体 所有材料想想就会出现 于是我便造出了那酒架上的酒 只不过此时张里二人被刘灵的故事勾起了兴趣了 于是他俩被问道 只不过什么呀 刘灵摸了摸手中的瓶子 然后说道 有两种酒 我终究没有造出来 他说完后 仿佛卸入了沉思 一脸的无奈 张世飞呢 见他这样 便问道 是这两个瓷瓶的名字吗 这两种酒叫什么呀 为什么你酿造不出来呀 刘灵的表情复杂的看着两个人 然后一字一顿的说道 嗯 就是这两瓶啊 这两瓶酒的名字 一瓶名为忘却 另一瓶名为拥有 第二十三章 忘却与拥有 忘却与拥有 什么意思啊 张世飞有些不明白 这两瓶酒的名字 倒挺有趣的 刘灵点了点头 你难道连什么意思 都没听懂吗 不明思义 忘却这种酒 只要喝下去 就可以忘掉任何事物 而拥有这种酒啊 喝下之后 却可以拥有所有事物 张世飞和李莱恩还是没听懂 刘灵叹了口气 哎 世间万物都是寂寞的 可能只有什么都不清楚 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牵挂 才能真正的逍遥起来吧 张世飞便又问道 那拥有呢 喝完之后难道就能有特异功能 凭空便握 刘灵摇了摇头 不清楚 说着没有血 可能只有喝过的人才知道吧 一直在喝酒的李莱英 这时有点喝高了 只见他嬉皮笑脸的 对刘灵说道 哼 不是 老刘啊 你不是啥半仙儿吗 啥材料都能变出来 为啥还做不出那酒呢 刘灵将杯中之物一口喝去 说得简单 其实所谓神仙也并不是全能的 他也逃不过许多东西 也无法变化众生事物 比如呢 哼 比如生老病死 神仙虽然能长生 但并非不死 其死的时候 天人武衰 往往要比人更加痛苦 而变换不出的东西 也有许多 就比如 这两种酒的材料 到底需要什么呀 张士飞问他 老醉鬼叹了口气 唉 需要 两滴眼泪呀 张士飞和李莱英 有点摸不到头脑 眼泪 这也太三俗了吧 酿个酒还需要眼泪呀 望着脸色通红 表情丑陋 还在揉着屁股的刘灵 张士飞顿时有一种 这老孙子 是不是让酒精烧坏了脑子了 刘灵又说 望却这种酒 需要的是一滴死者的眼泪 可是死人怎么会哭呢 所以我找不到 而拥有这种酒 则是需要一滴活人的眼泪 只不过 是要心死之人所留 虽然我们经常说心死 但是天道有情 真正心死的人 又要上哪里去找啊 所以 我也找不到 唉 琉玲说到此处 似乎心情变得相当郁闷 于是她被放下了海碗 举起了酒坛子 咕咚咚咚 往肚子里灌着 望着这老孙子 一脸犹豫的表情 张氏飞有些不忍呢 于是她便说道 哎呀老刘 想开点 不就是两瓶酒吗 琉玲喝干了那酒坛之中的 所有的酒 然后打了个酒格 断断续续的说道 什么就两瓶酒啊 妈的 我 我 我就是被这两瓶酒 给拴到了这里 哪像你俩呀 还要 还要回 等会儿 你俩 jusqu呢 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